在一个电话厅里 男子因为手欠接了个陌生人的电话 结果下一秒他就给狙击手给锁定了 对方警告他千万不能挂断电话 否则就会一枪打爆他的头颅 男子以为是恶作剧 就很是淡定的朝周围做了个国际手势 打算挂断着无聊的电话 但很快电话厅旁边的小机器人就被打爆了 这下男主终于慌了 他问对方究竟想要干嘛 咱们有事好商量啊 而对方也不磨叽 表示自己是正义使者 是专门惩罚像男主这种人间混蛋而存在的 谈话间狙击手就拨通了男主情人小丽的电话 他告诉小丽男主就是个已婚渣男 专门骗他这种无知少女 这让男主十分的郁闷 那方怎么会知道他的事情呢 不过狙击手也是所言非虚 男主在之前就是一个专门骗炮的极品渣男 凭借着油嘴滑舌的本领 他冒充职业经纪人 专挑那些想要一炮而红的女子下手 更离谱的是男主不仅骗色 竟然还骗财 甚至还各种套路收徒弟赚钱 行为可以说是非常之恶劣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证据 男主会尽量使用公用电话和自己的猎物联系 这天男主正忙着约见自己的新猎物小丽 一位外卖小哥却不合时宜的送来了一份披萨 男主很纳闷 这年头哪有向电话亭送外卖的呀 可外卖小哥却坚定的说 订单上写的就是要送给电话亭正在打电话的人 送送送送你妹呀 瞧你这猪样应该挺能吃的吧 披萨就给你了 真是五块钱赶紧拿着滚犊子 忙着泡妞的男主不耐烦地骂走了外卖员 外卖员虽然感觉自己被冒犯到了 可由于怕对方投诉他 也只能选择默默离开 这边男主和小丽谈话完毕后正打算离开 结果电话铃声却响了 男主以为是小丽打过来的就顺手接了 然后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他很快就被狙击手给控制了 当狙击手向小丽揭露了男主骗炮的恶行后 男主虽然很是不爽 但至少还能接受 不过当狙击手说要把这些事情也告诉他老婆的时候 男主顿时就不乐意了 他赶忙抢先一步拨通了老婆的电话 告诉他有个仇人想要陷害他 让老婆无论听到什么风言风语都不要相信 这时街头开理发店的小姐走了过来 他见男主有手机竟然还占用电话亭 就想要男主离开让给他 可被控制的男主哪有什么心情理会对方 甚至还侮辱理发店女子 你们这些开黑店的赶紧给我滚 上次去你们店里捡个头 竟然开口要好几百块钱 理发店女子被羞辱后 很快就找来了大哥帮忙 大哥其实也是个厚道人 并没有一上来就用暴力解决问题 不过先理了半天之后 见男主仍旧不鸟他 大哥也就只能使出后兵的战略了 男主很明显不是大哥的对手 只能请求狙击手帮忙 一枪过后大哥应声倒地 周围的人却都以为这是男主干的 殊不知男主其实也很绝望啊 但是他能怎么办呢 男主想要偷偷报警请求支援 可很快就被狙击手察觉到 被一枪打伤了耳朵 其实男主根本就不需要报警的 因为大哥的死 警察没一会儿就主动赶了过来 警察让男主赶紧滚出来露口供 狙击手却警告男主 出去的话就会打死他 这让男主实在是左右为难 接着狙击手让男主辱骂警察 他的目的很简单 应该是想让警察杀死男主 如此一来他也就能少些麻烦了 不过好在警察队长也不是傻子 很快就看出了 男主是被电话里的人给威胁了 队长让手下们搜查周围的房屋 不过看着这周围 这几百扇的窗户 估计一时半会儿 肯定也找不到凶手藏在哪儿 随后大批记者赶到了电话亭 对这里发生的事情进行了现场直播 包括男主的妻子也来了 狙击手逼迫男主 当着媒体和妻子的面 把自己的恶行 一五一十的全都说出来 这要男主想死的心都有了 因为很快 他的诈骗行为就会被公之于众 男主觉得如果以后不能再骗炮的话 那他的生活将毫无意义 不过为了保住小命 男主还是照做了 说自己就是一个贪财好色的骗子 背着妻子不知道骗了多少女人 男主以为当自己坦白后 妻子肯定会离自己而去 可让他意外的是 妻子并没有在意这些 他只想让男主可以安全的回来 男主很是感动 于是就不顾狙击手的警告 宁死也要回到妻子的身边 不过就在他挂掉电话 打算走出电话亭时 狙击手却把红心对准了他的妻子 男主不得已 只能回到电话亭再次接听了电话 虽然男主又被狙击手控制了 可刚才的狙击枪红心的开启 也是让警察锁定了狙击手的大致范围 不出意外的话 狙击手很快就会被搜查到 不过男主这边刚稍微松了口气 狙击手就再次使出了一招大杀气 他让男主拿下电话亭上存放的手枪 如果男主敢拿的话 警察很有可能就会对男主出手 如果男主不拿 狙击手就会打死男主的妻子或者情人 男主陷入了两男的抉择之中 他简直快要崩溃了 不过为了自己的女人 最后时刻他还是选择了牺牲自己 男主拿了手枪并大喊道 你杀我吧杀我吧 随后警察出手一枪击毙了男主 同时狙击手也被警察给找了出来 他的真实身份竟然就是之前的那个外卖员 不过此时的他已经割喉自杀了 没过一会儿 男主也悠悠醒了过来 原来警察用的只是橡胶子弹 男主并没有死 为了避免橡胶弹疼痛 医生给男主打了一针麻药 就在男主迷迷糊糊即将昏睡过去的时候 他却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外卖员只是一个掩体 真正的狙击手还活着 他告诉男主 你最后能主动站出来牺牲自己 说明你这还有救 不像我之前杀的那些混蛋 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 所以你通过了考验 这次就放你一马 如果你再做坏事 我还会再次出现的 说完狙击手就悄悄地离开了 最后电影结束 不过这狙击手是不是也太能装了 自诩是正义的使者惩罚坏人 可人家外卖小哥究竟招谁惹谁了 难不成外卖小哥以前是个坏人 还有那个大哥也很无辜啊 人家撑死也就是个涉及按摩生意的小头目 就是因为想要打个电话 结果就被一枪打死 这也太过分了 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么么哒